大家好,歡迎收看ET才智Talk,我是Debbie 坐在身邊,今天有文錦Sir 你好,不要說Sir,我叫文錦 文錦,叫你來,我想大家都感覺到我們今天的話題 說甚麼? 其實最近這麼多資產,問來問去 大家回到,問去黃金、白銀、有否出事 因為第二波,美國好像來 真的,美國新增的確診個案,有個別州份 到今天為止,依然在創新高 有些州份還說,立刻叫停服事、服工 是不是真的? 有11個州好像叫停 現在德國那邊似乎都有些事 有個別的地區也要關門 究竟對整個商品市場的影響會是怎樣呢? 我們今天又拆解一下 好 不過這樣,我們在說不同資產之前 究竟說哪個之前呢? 不如我們回顧一下 都半年了 商品市場的表現究竟是怎樣 我想大家都可能感覺到 黃金即是一枝獨秀 都升了差不多17% 見到白銀其實都有一個多兩個月 其實追落後追得好 追緊落後,剛剛這一個多月升得很多 是的,很多人都說會否追回黃金那種報復 但是呢,跟需求有關的東西比較弱 包括其同,另外就是紐約其由,布拉特其由 其實兩者,今年以來跌幅都仍然超過三成 最近,做很多節目的時候 網民都是問過黃金多 因為現在這幾天依然很硬 就是紐約人作勢再破頂 是,上個星期五,原本都跌下來的 怎料美股開始又因為新冠肺炎 疫情嚴峻了 那金呢,跌到1750多元 期金,就抽上來了 又上回八十幾元 那你現在最嚴重 就是你去到1780多元 你買,你看上去1800元 十幾元而已 即是,你掉頭扔回去五十幾元 最少三十幾元 即是變成現在你追過金 直播就好像不太好 但是市場呢 就真的仍然有些錢湧進去 因為好像沒什麼好做 即是你買黃金 感覺上今年好像在買保險 你買股票,你都覺得 很多指數其實都是一些高位 又追新經濟股 我真的戴著頭盔來買 但黃金好像有點不同 即是大家覺得至少有些什麼事 都可以… 有些渣渣 是的,這樣 還有幾個因素 第一,我們經常說 今年的主題就是QE 是的,無限低息 錢多 我真的看一些圖 其實很多專家都跟我說 你將譬如美國資產負債表 又或者將M2的增長 拍到金價上 那你就明白 其實整個投資界在買什麼 是的 最簡單 你們看M2 黃金很簡單 你看M2 它就決定它的幅度 你看美金 就決定它的方向 最簡單 如果你想投資黃金 你說 究竟今年的金好還是淡 其實美金下 金多數是好的 另外就是 當貨幣供應多了 那個波幅就會大了 金的幅度 其實今年年頭到現在 是一波一波慢慢地上 原本我們就在年底 1800元 其實 提早到步 3月就已經差不多到 不過它反過來 再現在第二季 第二季季結之前 它和第一季季結之前 一樣 又來到1800元 即你去到1800元 一來你就可以調整 因為很多大行 已經說 不止1800元 1900元 2000元 這些時間問題 但是 實質 你會見到 真的有些錢 是流入去金 黃金 ETF 那個量 是多很多 這次的散戶 真是聰明 很多 一見它做無限量寬 每個央行都做量寬 是很明顯大家 在資產配置裏面 黃金是要佔一些部分 起碼五分一或者三分一 我們看到圖中所見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些貨幣 是美國M2 你所說的 可能預視到黃金的幅度 現在的M2是多少 其實增幅是兩成三 大家猜美國會繼續無限做 暫時 7萬億流上 不過它有個不好的 就是這一輪 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 縮了一些 給人感覺上是縮的 縮了兩個星期 它買得不是很認真 即是說 它其實之前可能見過市場得很好 那它又 有些到期沒有再續 我就覺得 但是它講得無限的 大家 當現在的疫情這樣下來 它應該是繼續買東西的 大家都在看大方向 剛才敏感說了幾個主要因素 QE 另一個就是 大家對美金的不信任 我不知道會否 這個比較新的因素 就是經常說 美金崩潰論 無限QE等等 會令到美金的東西 全球也量寬 好像錢不值錢 變相令大家推進黃金 你剛才提過一件事 現在的大行就大鬥大的 看上去 現在高盛就說2,000元 其實美銀那些 跨漲跌了 我見它前陣子 其實說今年第三季 金價都要去到2,296元美金 其實比高盛更加牛 這些位置 其實怎樣量度出來 都破了頂 其實就是 你如果開遠一點 1,800元是很關鍵的 其實金價去到1,800元 應該要調一次頭 跌一下心 把倉全部洗出來才上去 但是連續幾次 去到1,600多 洗下來 上次洗到下去 穿了1,700元 很快會彈上去 月頭而已 彈上來 這些位置 你再洗下去 可能洗下去 30多元不穿 你都要買的 這個圖反映了 你說1,800元 立即 很厲害 立即幫你畫一條線 是的 就是1,800元 其實我們這個圖 日後回到 差不多 2011年9月 以前的歷史高位 當時衝過上去 1,900 差不多1,900 然後回市幅度很深 是的 很深 隔了幾個月 才再測試是不成功 再隔幾個月 再測試是不成功 但是這次我們說的那些因素是特別的 是 那時候又沒有的 但是那時候 沒有財政政策 只是貨幣政策 那你這些錢沒有東西去做 只是炒 只是入了投資市場 你一是要對沖貨幣貶值 因為大部分的 currency 都貶值 你要對沖貨幣貶值 你唯有拿金 那你現在 連美金 其實暫時就有人相信 萬一個市場 連美金都不相信 那你真的要拿金 你這樣搞 這一次它多了些財政政策 你不排除去到第四季到 你出現通脹 是嗎 你一出現通脹 那你就一定要買回金對沖 因為你現在有很多都是 講緊本土化 就是一來又去中國 將你在海外的廠也好 什麼都好 將生產線搬回到自己國家 日本搬回日本 美國搬回美國 那你去歐洲就搬回歐洲 這樣就好了 那你會造成什麼 工資會上升 工資上升自不然 第一它可以刺激回 流失了那些職位 第二 就有機會刺激通脹 所以 你去到第三季打後 你真的要看著通脹數據 如果通脹數據真的上升 你金你真的不能少 所以大家在猜到1800元 是合理的 合理的 合理的 但是我們現在買下去 就只有十幾元 就已經1800元 風險高 我寧願等一下 看看它會不會再下一次 接近三十三 三十五到五十 那些位置 去到那些位置 你起碼買三分一 如果它再跌 你才再加 然後就等它再踢上去 再加上去 那才再加上最後一注 這樣就買得舒服一點 是的 因為我留意到一件事 很有趣的 我們經常都追蹤著 那些黃金ETF的資金流 其實你都說到很誇張 是很誇張 早前世界黃金協會 才公布了那些數字 即是官方的 五月份為止 持倉去到3510噸 這是歷史新高 如果計算 去到現時六月為止 就已經買了超過623噸的淨流入 但是我看到那些倉 其實看著黃金ETF一邊上 但那些淨場倉 是在縮下去的 也反映市場是否害怕 一來是 二來因為前一陣 買到沒有 沒有金賣 曾經試過現貨金賣斷市 沒有 有些銀行不開價 因為最嚴峻的疫情 那時候 停過三間煉金廠 那些人怎麼湧去買期金 買期金 就打算提貨 就夾到那些傻了 夾完一陣 下回來 那這一陣 你看到那些微平倉合約 沒有那麼多 是因為大家現貨金 那些煉金出回來 買到就不用湧去期金那裡 但是因為八月期金 都在這個七月份 就轉月的了 你現在呢 我看到去到月中 有一堆ETF都要轉倉的 那大家就留意 轉倉那一下 會不會跌下去 又或者 它轉倉之前 知道它要轉倉呢 通常是浪高過金 浪高給它轉倉呢 轉完倉它跌下來買 那就好一點了 就舒服了 因為最近都怪的 我看黃金 小時候跟你學的東西的時候 都在想 很多關係要看 你要看股市是否避險情緒 是否有關係 債市又反映是否避險情緒 跟黃金一起走 第三 經常以前就看美金 就是說 你說美金是決定到黃金的趨勢 但最近幾年 我發覺 有少少精神分裂 因為 同步的 對 對 美金和黃金一起變避險資產 就一起上 你看到圖中所見 其實下面那一塊 就是關聯係數 越近一個關係越大 但是你看到近年 其實全部都是向下 就是說 反映兩者的關係 已經是跟以前傳統脫離 有時是脫離了 因為 現在你美元 美元資產 是一個避險 你美債 和美金 因為 當環球的市場 很波動的錢 拍入去美債 全部拍入去美債 你都要找美金買 美金現在又低息 美金都是carry trade的貨幣 所以就不用 現在大家都低息 沒有什麼說carry trade 但是之前 大家 一有什麼不對版 其實由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美金的角色已經是避險貨幣 以前就說日圓 發浪 其實現在 美金一有什麼大事 在金融海嘯之後 美債 錢一拍入去 美金的需求特別大 而且最近 譬如你說 美股之前一直下高位 其實對美金的需求 也是多了 但是美金太高 強勢是對美股不好的 美金下跌 美股仍能撐住 那最近我們怎麼看的關係 金融海嘯 就繼續浪得高位 美金就6月頭大概下過95 然後最近都彈回上98 然後下回97 現在的趨勢上有沒有 現在是因為大家 對於到底美國的疫情 是嚴重還是不嚴重 因為真的 如果美國的疫情 大家都是擔心的 避險情緒上升的 那美金都是可以的 如果那個疫情好像 不是太嚴峻 那我又覺得 那美金 就沒有他們說得 那麼誇張 美元是崩潰 崩潰三成半 但是你要記住 美金是一個交易的貨幣 你美金一定不會倒閉的 你沒有辦法可以取締它 你現在中國 一同歐盟談一談 美國馬上就說 你歐洲收你關稅 那你歐洲馬上跪下 所以大家又不要說 看得美金太頑 不過呢 它的趨勢 應該要向下走 是嗎 那美金 暫時來說 我見很多 你的朋友 全部那些超級有經驗的 都是看探美金的趨勢 如果美金向下 會不會同時預示到 其實大家對於美國來的經濟表現 都有少少頭不信任票呢 不知道 因為我們會直接影響到 究竟油價會不會重度 即是上半年的一些驚險場面 我們看紐約旗油 曾經出現非常誇張 負值 但最近油價 就彈上去 譬如布蘭特那些 都曾經上去 接近44美元左右 紐約旗油 大概上過41 樓上的位置 其實近幾天 就約得比較 因為大家會見到 新冠肺炎又來過 又來過了 現在全球確診過千萬 美國有些地區的疫情 是比起最初的更加嚴峻 但我們會信什麼呢 唯有信它說 檢測的人多了 所以的案例就多了 你看它的數字 和看大陸一樣 大陸曾經都調整過 檢測的方法 那就變成數字會出入 我們暫且看著這個 然後再看什麼 真是看看環球 因為你將經濟殺停之後 經濟數據一定好 好了 五、六月之後 我們看七、八月 七、八月 如果是向下走 即是告訴你 基數低 一個六、五、六月是基數效應 去到七月 反映實體經濟 根本和股票市場 是根本半遲的 股票市場是走上的 其實經濟是向下走 所以你聽聯儲局的官員說的 是很淡的 你又聽一些投資專家說的 就是要買了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 我們這些很保守 你很保守嗎? 是的 我很保守 我不覺得 去到 因為第三、第四季 條路很崎嶇 按照計 經濟數據應該是頑皮的 經濟數據是頑皮的 聯儲局你沒有辦法 因為出了 那你變成了一個 美金應該要下 被人局負你 美金下 如果下跌 美股就未死 還要下大選 所以美股就儘量頂住 市場未反映 特朗普落後 現在他落後 11% 特朗普最近比較罕有地 打開口牌 說自己有可能輸 其實都不知是一個什麼策略 這是另一個股市震盪的策略 大文 你說油價 其實很多人都是看著庫存做法 是的 因為四月的時候 看到油價倒極 負值 都是因為庫存霸到瘋了 我看到最近幾天 油庫存的變動 有少許牽動到油價 因為最新美國能源局 又多一些 是的 上個星期為止 油庫存升了兩個星期 那些精煉油 原來升了七個星期 因為美國這次庫存上 是墨西哥灣那些煉油廠 因為它重啟經濟 股那個需求會上 股 所以那些煉廠開足工 所以就給多了那些 那一區的煉廠 是拿多了油 那就變成庫存上了 其實我們 因為上次庫存是牽涉到 紐約 就是奧克拉河馬州 有個富因地區 那是紐約旗遊的交割地 那裏的庫存偏高 偏高大家就擔心滿捨 滿捨就糟糕了 滿捨有 你不能倒 那邊一定要入倉 所以就出現了庫值 但是告訴大家 可一不可再 現在富因的庫存 是50%多 當日去到負值的時間 是80%多 那是五月的時候 還有一段時間 都未去到滿 因為它的能力 最滿應該可以 裝8000萬銅 那去年 不是今年 五月大概那些位置 四五月一度是剩下 大概2000萬銅 那麼多多個造和 就會爆滿 那其實呢 爆滿還爆滿 大家可能 之前很多朋友 都不去認認真真去看 庫存是怎樣 其實美國能源資料處 都感覺到大家需要多些資料 它是公佈得很清楚 現在 連它那個存量是怎樣 它都說得很齊 令到大家對於庫存的情況 是了解多些 其實是怎樣的 就是一個油桶 究竟是怎樣 不如你教一下書 我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是油罐 油罐 你會見到 有個蓋 一個油桶上面有個蓋 多細心 你看我們 整個油桶 它其實 一個油桶裡面 它的油桶的底 我們叫做Tank Bottom 就是說最底部 其實有 我想當它是一個油桶的 十分之一 它就算裝了油 我們都不會計算那個 庫存 那它中間 它上面有一些 叫做 Contingency Space 是的 那那個就是 用來應急用的 那些我們又不計算的 就是說整個油桶 就是中間 我們這裡 這些是原油來的 當油 現在你當它庫因 就是一半 50%左右 你如果上到80% 它上到80% 它上到80% 不是整個油桶裝滿 是去到那個 就是可用全量的八成 就是如果整個油桶 100% 可用的位置 大約六成左右 那一次去到八成幾 有一點點緊張 那就出現負值 那現在五成幾 我看你接下來這幾個月 都不會說悶死 所以大家 不用 不要想有負值這件事出現 去沽它 或者是等負值買 其實這些機會 人一世 沒有 見一次 見一次 不應該見兩次 不過 說話又不可以說到死 即是過兩個月又來 萬一過兩個月又來 那你會見到 我們拿回你的影片出來 你就照買 就是 你現在三十幾元油 由負四十兩 上到三十幾 升了 最多的升到八十元油 這些又是不合理 那怎樣吹呢 如果短線 你知道現在又第二波 不知道第二波 還是第三波 有些人說其實根本第一波 都未搞定 那不可以算第二波 其實油價很多時候 就是 跟那個供求關係 其實少少 都是炒賣的 消息 逢星期三 它都出庫存 都炒一波的了 那油呢 其實這個range 現在應該就在 35元 sorry 不好意思 35元到45元之間 它上次上到來40元附近 它如果一踢穿42元左右 是填上次跳下來的那個gap 以前現在下降 因為它有波疫情出現了 那我自己看 你不低過35元 你不要貿貿然去沽油 下來都是賣 油呢 下半年都應該好 下半年都應該好 應該好 是的 那你也看看經濟重啓方面 究竟做成怎樣 始終你美國那邊 上半年其實應該很多人說 冬天是不太冷 所以需求差一點 再加上肺炎 沒有經濟活動的影響 而我覺得最近比較牽連帶 很多人說過天然 其實在期貨的角度 其實多不多人低位撈貨 因為跌到20多年低位 大家要記住 我們千萬不要用股票的概念去做期貨 因為每個人都是撈貨的 為什麼不反過來 它都在跌下去 就是順風車沽下去 現在的天然氣 下到25年低位 你們不敢沽 不要緊 因為你一直下跌 你去到低位沽 當然是害怕 你就等它彈上來 它如果過到過7元錢 1.77元 以上呢 你去買它 沒有壞的 現在大約1.5元 1.5元 1.5元 1.6元 因為天然氣 其實幾年都沒有什麼炒 但是今年年初 它是受疫情影響大的 因為你停了所有經濟活動 那些餐飲 美國大部分的餐飲業 都是用天然氣的 天氣不冷 剛剛都說了 天氣不冷 你用天然氣取暖 也是少了 所以 到它重啟經濟 就是天然氣肯上來了 它跌到你25年低位 一定有個技術性反彈 彈到上去接近2元 你便離開 好 今天除了一些比較傳統的講油 講金之外 天然氣都給了大家一點點概念 看看做期貨方面 文錦華 小心點 對 有風險 因為有槓桿 有槓桿大 大家要留意著 今天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不太時間說 對 下次吧 好 謝謝文錦 我們下次再見